大鹏种植蔬果保证了市民在冬季对于新鲜蔬果的要求 在甘肃静宁 当地的蔬果如今有了升级版的日光温室 大家看到传统的大鹏 那个墙可能都是用土来做的 它的保温性就比较差 而这座日光温室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砖混结构的墙 当然这堵墙它还不止表面这么简单 它其实有三层 这一面我们看到它是砖的 那在这一面的后面 中间它是一层的炉渣 在整个这个墙的最外面是一层延绵的保温板 这三层下来这堵墙的总厚度大概是70厘米左右 这就使得整个这个墙体的保温性能会非常的好 温室内还配备了水肥一体化滴灌和远程环境控制系统 推广了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 村民孙中成在园区承包了三座日光温室 温室内的西红柿月底就能上市了 像这样的日光温室 当地现代设施蔬菜产业园区还有一百座 除了日光温室 园区还有育苗分减加工 伪菜处理等设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款农民增收支付渠道 今后我们将更加聚焦 果牛菜特色产业走好 快规创牌 延练强烈 提制增效 转型升级之路 我们下跌尾 中文字幕后 萝卜与 章指楼 没有 用